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到黃埔那邊的九龍海日君鳥酒店吃自助晚餐 它這次自助餐的主題叫沉味海洋海鮮自助晚餐 顧名思義 重點在海鮮那裏和很多其他食物 包括有芝士焗龍蝦 汁煮鮑魚 紅燒花膠 即開生蠔 蟹腳 麵包蟹 還有很多不同其他的海鮮 官網現在還有七折的優惠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一起試試 酒店位於黃埔的海旁 我們在黃埔港鐵站D2出口 一路直走大概三至五分鐘便到酒店了 酒店的賣點當然是無敵海景 是臨海的 它有一部份座位 基本上都很多 沿著窗窗那些全部都是望海的 我現在可以一路吃一路看著海都幾開心 還有酒店的樓底都幾高 所以空間感都幾好 食物方面它最主要是放在中間的位置 而且都分了幾多區 好像都幾多食物 我看它都準備好了 不如出去拍下給大家看看 長腳蟹 龍蝦鉗 青口 大蝦 蜆 翡翠 麵包蟹 哇 還有很多小龍蝦 真的很多 即開生蠔 刺身有阿根廷 紅蝦 帶子 赤背 八爪魚 筆記背 鯛魚 吞牙魚 油甘魚 還有沙文魚 都很多款 從小到大我都很喜歡一些刺激 有挑戰性的遊戲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我會推薦你加入跟我一起玩這隻 Wast Royal手機遊戲 Wast Royal不單是一隻普通的塔房遊戲 它同時結合了塔房和卡片收集元素 你可以用多種不同類型的英雄來保衛城堡 抵禦攻擊 你需要通過獲勝來解鎖新的英雄 組合卡牌 升級英雄 組合不同屬性 來消滅你的敵人 立刻用我的資訊欄Info Box的連結 或者掃描左上角的QR Code 免費下載Wast Royal 還可以獲得 特殊大師寶相獎阿爾 包括金幣 卡組 以及可以兌換傳奇卡的魔法塵埃 你可以加入我的種族 試試你的能力 我有個心得 可以幫助你在Wast Royal中取得成功 你可以建構一個平衡的手牌 裡面包含攻擊性和防禦性的手牌 能夠保持良好的平衡 可以幫助你有效地處理不同的情況 我喜歡這個遊戲 可以挑戰你制定自己的策略 和其他玩家進行線上戰鬥 並保衛你的城堡免受各種威脅 如果你用的iPhone 謹記首次下載遊戲時 允許App追蹤 才可以獲得一個保障 記住用我的連結下載 獎賞一天就可以到賬 你還等甚麼 快點加入我的中族 一起享受Wast Royal 挺有趣的 這裡有三文魚子 任筆 重點 芝士焗龍蝦 另一個重點 機煮鮑魚 花膠 即煎鵝肝 和牛胸腹 燒鰻魚 即燒 師傅即製的小籠包 糖醋魚 原條 這裡有很多中式食材料 蠔油炆鴨掌 蟹肉扒時疏 菜膽雞 炒蝦仁 蒜泥白玉 上海昏魚 海切沙律 炒飯 日式天婦羅區 炸軟殼蟹 還有蝦 章魚燒 炸鮮奶 西式的豬肉串 韓式炸雞 德國鹹豬手 燒豬仔骨 紅酒會油味 煎三文魚 真的超多食材 這裡還有印度的 咖喱海鮮 咖喱羊 還有咖喱雞 還有咖喱雜菜 沙律都有很多選擇 目不下級 有蘋果汁 汽水 還有紅白酒 啤酒 都是飲品的 熱飲方面 這裡有兩部咖啡機 另外有茶 水 檸檬 色除磚便 到甜品 首先先介紹 Movement 皮雪糕 這裡有超過十款口味的雪糕 旁邊還有鴿仔餅 雪糕糯米糍 蛋糕有很多款式 不同的蛋糕 太多了 這個 這個不適合 但大家來適合的 榴槤雪梅糧 中式還有豆腐花 蓮蓉西米布甸 真的超多選擇 真的不知道吃哪樣才好 7時左右 這裡有LIVE BANG 真棒 說回它的價錢 現在官網正在做7折的優惠 如果星期一至四 最便宜 成人的價錢 就是566.4折了之後 這個價錢 連同加一的 這個價錢 長者也有的 是486.4折 小龍就是414.4折 中應時間是晚上6點半至10點 首先拿了芝士焗龍蝦 鮑魚 花膠 蠔燒鰻 還有鵝肝 和和牛 先試龍蝦 上面鋪滿了芝士 我不客氣 一大口咬 龍蝦比我想像中好吃 通常這些焗龍蝦 都是比較實 但又不是容易咬到的 而且也有龍蝦味 雖然不是非常鮮甜 上面的芝士很香 裡面還有少許薯蓉 記住鮑魚 我已經切開了 看見都不錯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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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鰻魚真的好 推介 花膠 我覺得剛才的三樣都是重點 加上這個應該是重點 看樣子都可以的 試試看 它不是很軟的那隻 但有點爽口 但不是很難咬的那隻 但汁醬的味道都上了 都很入味 不算是非常驚艷那隻 不過如果自助餐有這個質素 都不錯 這隻是無牛胸腹 應該都是澳洲的 都不會很難吃 它都是即煎的 看些紋理都不錯 它不是屬於入口即溶那隻 但也不算是很難咬的 但它的肉味很濃 鵝肝也是即煎的 都頗香 它外面有醬汁 你要自己加進去的鵝肝汁 應該是醋來的 稍微稠一點 讓你不太流 鵝肝雖然不太厚 但也很香 煎得焦焦焦的 加上醋就會中和 因為其實它也很厲害 減一下油 你看看 這個整個碟都吸收了油 所以都漏漏地 但又很香 我喝不住 小籠包我覺得 都相當吸引 都是這裏 我覺得都是必吃的 因為我一夾已經穿了 要滴了湯汁 還有它的皮很薄 有師傅擠包 看起來也不錯 不過最重要是看好不好吃 好吃 皮很薄 肉吃起來很鮮 加上它裡面滿了湯汁 加上上海店的小籠包的質素 接著就吃海鮮 當然第一個當然是拿生蠔 它沒有說什麼 我猜都是美國 它也算肥美 不過看起來好像不太濕 生蠔 它是少奶油 但吃起來也爽爽的 不過我覺得有少少輕微的腥味 這個麵包蟹 不過好像也沒什麼高 因為我遲了出去 可能都被人拿了 很漂亮的那些 另外這個麵包蟹的肉 也很多 但又是沒什麼高 龍蝦蟹 還有蟹腳 蟹腳 它不是斬開一條條 它是一大塊 連著幾隻 都挺大隻的 這個蟹 我看它都很大隻 很厚肉 所以都拿來試試 蟹腳 很厚肉 質素正正常常 又不是很鮮 但亦不會散霉 那些肉 它亦不是很鹹的 幸好就是 麵包蟹的膏 實在太少 但都挺好吃的 但可能我這一塊沒什麼高 那它的蟹 就沒什麼味 都是普通一點 我覺得反而這個蟹 我吃了 是挺鮮甜 而且很厚肉 刺身 每樣拿了一點 整體質素不錯 當然最棒當然是帶子 夠厚肉 夠鮮甜 其實這個紅蝦 都不差 都好吃 其餘那些都很新鮮 你看到的顏色就知道 平時自我餐 我都很少吃壽司 但我看見 壽司的樣子很漂亮 小小舊 好像手握壽司 尤其是樣子 握得下人 不過不知道飯底是怎樣 還有三文魚子 上面這一部分 就真的很不錯 尤其是這個燒過很香 但帶子也是好吃的 剛剛吃了 不過飯也是差一點 樣子漂亮 飯也是偏乾和硬的 三文魚子就好吃 蟹粥 真的有蟹 就像我們外面拿的蟹 頭頭尾尾 用來煮粥 所以它的粥也挺甜 再用一些熱食 用一些中式的 這個鴨腳 我覺得蠻軟的 蠻入味 蠻好吃的 海折非常鹹 調味不知為何這麼重 夠爽的 但不知為何鹹了些 昏魚 味道也不錯 不過是硬的 豬腳很軟的 而且很入味 不過它也有少少毛 食肉壽司的 肉肉 這個是肉眼扒 羊架 牛尾 豬手 還有這個叫豬串鏢 應該是煙肉捲著 不知是否是小腸 牛尾非常軟 你看 我這樣一刺 已經可以散開了 入味 好吃 而且每一塊都很大 這個豬手 我覺得都夠軟 不過就鹹了少少 這個小腸也是 裡面是香草腸 外面有煙肉 但真的太鹹了 牛是夠軟 而且味道也挺香的 挺有牛味 那 羊架 就是最近我吃過的 自我擦裡面 最好吃的 因為它沒有什麼羊酥味 差不多接近一點都沒有 而且很軟 真的很少我吃到不酥的羊架 這期真的 所以就要必吃 這個羊架 如果你喜歡吃羊的話 先吃一下沙律 我看這兩個芝士這麼特別 拿來試一下 水果都不錯 尤其是士多啤梨 你看多大顆 我覺得兩種芝士都很重 有些香草味 因為兩種都有蘿蠟 兩種都偏鹹 感覺上 味道像沙諾味腸 那種味道 甜品時間 拿了些蛋糕 不過我覺得賣相比較普通 不知味道是怎樣 這個 魔果布丁 這個是奶缸 這個 還有一些 馬卡羅 這個應該是杏仁餅 拿破崙 斑蘭戚風蛋糕 還有這個 朱古力蛋糕 這個 我不吃了 留在攝影師吃的 榴槤蛋糕 因為榴槤雪梅糧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換了這個 這個是蓮蓉西米布丁 司令師不斷在吃 他說都挺香榴槤味的 蓮蓉西米布丁 他就覺得好吃 我又覺得就沒有什麼蓮蓉味 蛋糕的質素 我覺得就普通一點 那馬卡羅 就沒有什麼層次 就只有甜味 其實這幾天都是 這個芒果那個 都是 就是只有甜味 沒有什麼芒果味 奶凍就是 不夠滑 Kiramisu 都不夠層次 唯一拿破崙我覺得挺好吃 挺鬆化的 不過層次感就 不是很足夠 這個 你看我的樣子都知道 都是那些 一樣味 就是沒有什麼斑藍味 一般的 這個最好笑 我以為是朱古力蛋糕 為什麼吃到酸 如果我多吃幾口 再看看 原來是藍莓蛋糕 來的 整塊朱古力 這個反而 挺鬆脆挺好吃 這個不是蛋糕的 裡面 吃飽 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裡的好處 就是食物選擇非常之多 甜品 就略嫌 信息一點 大部分的食物 我覺得都挺好吃 不過還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這裡的環境很棒 可以有海景 第二就是 有Live Band可以聽 一邊聽著歌 一邊看著海景 一邊吃東西 都挺陶醉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怎麼做 約定你下段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到位置 按摩 一邊看 二邊看 我們有聽到 一邊看 我們就在 兩個字幕 兩邊看 一邊看 一個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